各位午安好 午安 我們今天要去吃什麼呢 今天一樣只有我跟女兒而已 哥哥去上課 然後 爸爸要上班 今天要吃什麼呢 然後 在外面買 買 還沒開吃 你們以前要吃什麼 所以今天突然密室 現在已經是下午一點多了 我看看要吃什麼 剛剛的出門呢 原本是想要吃這家排骨飯的 因為這是新開的排骨飯 但是呢 已經明明就一點多了 排隊人還是還蠻多的 帶大家看一下 好吧 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作廢 嗨 我現在呢已經知道我要吃什麼了 就是這個 天熱熱熱的最適合吃壽司 我們來看看呢 裡面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跟大家講看看囉 吼 一下子 還有 我們來看看 它的整理 這間很多這種壽司 然後他也出了非常多 是不一樣的東西 像這裡有那個 雞肉沙拉捲 墨西哥 然後也有這種 蛤蜊小菜有沒有 然後呢 也出了這種炙燒碗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我最喜歡吃壽司 他的這個豪華鮭魚丼 我覺得我之前有買過 我也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來這裡 就一定要吃他的這個鮭魚 現在太單點了 現在太單點了 有什麼 今天的午餐 這邊有沒有 豪華 龜青凍 哇 滿滿的鮭魚 天氣太熱了 熱熱的話呢 吃點日式的我覺得還不錯 好 いただきまーす 你吃 鮭魚好肥好好吃喔 加醬油 我只加醬油不加芥末 我剛剛呢原本是想要 買那個一塊一塊的 但是呢 我現在發現 它是那種一塊一塊的啊 我覺得它的那個 鮪魚的 油花不漂亮 所以我就沒有買了 因為 然後我發現如果 我買油花不漂亮的 的那個鮭魚壽司啊 我覺得吃起來口感好像會有點怪怪的 那不如就買這個清紫豆 它裡面有很多鮭魚 然後下面其實 我覺得飯量還好 沒有很多 剛好適合一個午餐 最好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然后呢 像我觉得 蒸鲜的鲑鱼啊 真的是 我觉得品质算蛮好 而且又还蛮便宜的 当然我也觉得说 那个 好事多的 我觉得鲑鱼也很好吃 而且我超爱吃这个 我超爱吃那个 鲑鱼卵 鲑鱼卵 它在嘴巴啵啵啵的那种感觉 嗯 很慢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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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配上我一个咖啡 他有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家最近开了很旁边 开了很大的家的一间排骨店 那就是他想要叫我去帮他品尝 嗯 但是因为我刚刚去 我刚去 去买的时候 我觉得人排太多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都还在排 所以就没有买了 等下次 我再品尝我们家那个便当店给大家吃吃看看 然后介绍那一家便当店 因为他们昨天刚开幕 那今天跟明天两天 然后都有那个做活动 就是前一百名吧 然后排便当是一块钱 所以他们现在生意就是蛮好的 不过我觉得午餐吃这个也很幸福 我觉得我老公看到这篇他一定会觉得 他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吃这个 因为他现在在剧组吃便当 他还蛮肥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蛮多片拿的 他还蛮肥的 嗯 妈妈吃饭就是这样子 还没 一个便当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吃完 小朋友就会 一直过来要摸啊 然后要干嘛 然后眼睛我其实都要一直盯着 对不对啊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 起床午餐日常 这个真的蛮划算的 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好 我也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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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